大家好,我是Mina,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OM related major 的 experience 和自己是委員的一些經歷 首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其實是當初入來USC的時候是透過Drupas的broad-based submission 也就是還未去選自己特定的major的,透過後來透過major selection program 我就選擇了operation management,營運管理作為自己的第一個major,而marketing作為自己的第二個major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在OM對我來說是甚麼,我會覺得營運管理的第一個概念會是process improvement,流程優化 它就是說當我們的資源,我們的input是有限的時候,我們究竟可以怎樣去善用它,令到我們的outcome是可以最大化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常見的approach,就會是透過流程圖process flowchart去檢視我們在流程裏面的所有步驟 去看看會不會有一些步驟其實是我們的短板來的,又或者會不會有一些步驟其實是重複或者是繁瑣的 那當我們去作為合併或者調整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可以令到整個流程更加efficient 而第二個很重要的concept,我會覺得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也是剛才professor warner 提過的,就會是營運供應面管理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究竟一個貨物或者一個產品是怎樣去到店舖給消費者去挑選的呢? 其實它一開始一定會是透過在工廠裡面的生產線 然後透過一些運輸,就去到本地貨倉 那本地貨倉的作用呢,最主要是存貨 但是其實它都會有一些功能,例如是packaging 或者是packing 那最後透過補貨,就會去到一些本地店舖 那消費者就可以見到一些產品,然後去購買 但是當中它一定不是貨物管理那麼簡單,裡面都會涉及到一些concept 例如是去預測我們透過一些需求端,可能是一些消耗量的數據 去預測究竟的需求是多少,或者是logistic management 物流管理,又或者是quality contract inspection 我們要去控制一些產品的質素的 那第二個呢,我是想分享一下,究竟在這麼多個major裡面 其實USC有很多的opportunity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OM作為自己的第一個major呢? 那我會覺得當中的契機呢,其實是USC的一些introductory course 就好像ISOM 2700,Operation Management 它呢,就有涉及到一些我剛才提到的concept 例如是流程管理,或者是供應鏈的介紹,又或者是貨物管理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令到我發現到自己對於營運管理是有興趣的 那所以就選擇了OM作為我的第一個major 而第二個方面呢,就是ISOM 2500 那它是一個比較statistic的course 其實是會關於數據啊,或者是管理統計學啊那樣 那就令到我去declare了OM major之後呢 其實有苦惱的說,究竟自己要去DiffDial去哪一個option 那最後就是因為受了這個course的影響呢 其實我是選擇了business analytic option的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USC其實很特別的,也是很適合我的地方 因為我知道其實其他USC的program 很多時候都是當同學在DiffDial去進入的時候 已經去選定major的啦 那但是我會覺得USC在year1的introductor course 是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去試一下不同major 究竟大概的concept是什麼啦 然後在試過之後再去選擇未來三年 你想去專注或者甚至你future career的方向是怎樣的 那在介紹完可能自己的一些認知 我都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當你去選擇了OM major之後 其實你會讀些什麼course的呢 那其實OM program是一個很好的design的 很well design的pathway 那其實它有四個pathway給同學選的 那你可以選擇without option啦 都可以選business analyticoption supply chainoption 亦都可以兩個option讀定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without option的pathway 那它首先就是我們要讀一些required course 亦都需要去選四個elective的 那所以overall就會有六個course去讀的 那supply chainoption呢就是我剛才說的供應鏈管理啦 那除了required course和elective之外呢 那同學需要去讀多兩個supply chain方面的course 那第一個呢就會是物流管理啦 而第二個呢就會在下面四個course裡面去選一個去讀的 而第三個option呢就會是business analyticoption啦 那這個呢它都是需要取回兩個 關於business analytic的course 那你會見到其實它是比較偏向統計呀 或者是數據分析的的 那就會有一些decision analytic和data mining啦 而它的elective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需要去從一個特定的list去選啦 而這些其實是比較去專門在數據分析呀 或者是統計學方面的 那其實BA option呢會是很多選了OM major的同學 會去取的一個option來的 那而據我所知呢 其實它都有同其他的major 例如是information system去組一個synergy 那當同學去取了OM的business analyticoption之後呢 其實都可以去fulfill回其他major的一些option requirement的 那在介紹完這麼多個course之後呢 其實我想highlight回一個course的 就是我很推薦大家去讀啦 如果真的入了USC 就會是ISM4880 是一個operation management project啦 那我會覺得它跟其他course不同啦 很特別的地方呢就是一方面其實它可以令到你運用所學啦 去運用自己可能在其他OM course裡面學到的一些concept呀 或者是方法論呀 而另一方面呢其實你又真是可以接觸到一些公司 他們真正去面對的問題啦 去為他們provide一些solution的 那好像我上個星期剛剛提到這個course啦 那我的一個collaboration對象呢就是會是escape group 那它是在test out industry裡面的大公司來的 主要呢它在中國呢其實也是有一個很成熟的製衣廠體系啦 但是同時現在它都發展著自己的一個retail brand的 那我們去deal with 的一個project scope呢 其實就是去幫他們去改善他們現在的預測方法 去令到它有一個比較好的accuracy啦 因為現時其實他們是將過去三個月的consumption data 去做一個average的而已 那其實我們在裡面就有運用到我們之前在forecasting course 去學到的一些concept啦 例如在linear forecasting 或者是exponential smoothing 去比較不同的方法 然後為他們去design一個比較好的model 那我會覺得裡面對我來說最大的啟發呢 其實是我相信其實可能在我們平時的一些課程裡面 其實我們或者是你們現在中學生面對的一些功課或者考試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問題 然後呢 裡面有所有我們需要答題的一些資訊啦 然後我們才去得出我們的答案的 但是我會覺得在realized acting或者在這個course裡面呢 其實它是沒有一條特定的問題的 或者project 那其實具體呢 其實是透過你怎樣去跟client去溝通啦 明白到他們顧慮的位在哪裡啦 或者他們的期望是在哪裡 那透過這些溝通呢 明白到其實他們現在封鮮面對的問題是些什麼啦 再去思考究竟自己需要些什麼資訊 或者數據 去support 或者去derive自己的recommendation 去給他們一些有效的建議的 那最後想分享一些自己的internship experience 那其實在未declare major之前呢 我的第一份intern是在year one的summer去做的 那其實我year one的時候會有很多concern啦 因為我知道其實common practice呢 就是有時候的公司是相對於year one的同學呢 其實是比較希望去請一些高方的同學啦 因為他們會相對地有一些比較專業的知識 已經acquire了啦 那但是我會覺得USCA其實有一個很好的internship network啦 那我在year one的時候呢就join了一個internship program 就是護港明日領袖計劃啦 令到我E1的時候其實已經可以找到intern啦 那我那時候呢其實是在上海的一個start up去做internship啦 而之後裡面可能會涉及到一些 一些可能數據分析啊 又或者是去看一下他們的business model是怎樣的 那我會說這個是我在未declare major之前 幫助我去對business去構造一個初步的認識的 那而我覺得program based的一個好處呢就是 其實它會除了internship之外呢 它有provide很多的活動啦 例如是好像這幅圖那樣 其實我們是有去到一些酒店啊 或者是AI體驗款啊 又或者是一些CEO會跟我們去做sharing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參觀啦 而且我也都會覺得relationship bonding是很強的 因為我們大家的intern呢其實是會在同一個酒店裡面去住啦 然後之後周末的時候一起出去玩啦 那我會覺得它是我除了orientation camp裡面 去認識到一班bonding最強的朋友來的 那在declare了自己的major營運管理之後呢 其實我就想去做多些關於supply chain供應鏈的一些intern啦 所以呢就去了laurea去做一個internship的 那它是一個gap semester的internship啦 而我主要負責的是downstream supply chain 就是剛剛提過說 由一個本地的貨倉 去到店舖的一個貨物的過程啦 那當中涉及到的一些task呢 就會包括是補貨啦 究竟我們要補多少貨才適合呢 又或者是每一個店舖 究竟它的那個internship store on hand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那亦都會去publish 幫助去publish一些report啦 那是關於它店舖究竟那個 使用那個貨物的使用情況是怎樣的呢 它會不會有一些out of stock的issue 那除了一些routine task以外呢 其實都有些project based experience啦 例如其實Loreal他們是launch著一個自動化的補貨的一個software 叫做Alanplan啦 那其實就是幫手在裡面去做一些的testing啦 去看回究竟這個automate的proposal的accuracy是怎樣的呢 它是否符合一些replanishment補貨的logic 那最後啦 除了一些的日常intern的一些testing 我會說其實Loreal也是一個很first of all experience 因為你可以在裡面認識到很多的intern啦 甚至其實你去作為一個intern 你和一些senior colleague 和你的department之間的bomb力都是很強的 就好像這張ocean park的圖感啦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operationteam 整個operationdepartment 去做一個teambuilding團結的 那下面這三幅圖呢 就是其實它會在34樓的cafe 它自己的cafe呢 每當有一些新的brand啊 或者是新的event的時候呢 它會在cafe裡擺booth的 那這些就是一些我們會拍的相片啦 就會包括了YSL的new launch brand 是一個香水的品牌啦 也有Urban Decay一個比較化妝品的brand來的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聽完的分享是有所啟發啦 然後也祝各位同學前程之感 那現在我就將時間交給我們的 第二個student sharing,Vloria的 好,謝謝Mina 那大家好,我是Gloria 那我跟Mina一樣都是yearfree的學生 那我就是double major 是finance和operationsmanagement的 那剛剛Mina也有說到我們的BA option 就是businessanalytics option 那其實我們有這個option的目的呢 就是去培養多些在business intelligence big data和data analysis方面的人才啦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公司啊 或者是企業 其實他們對於這方面的人才 都是有一個很急切的需求啦 那在一些的job description上面 其實他們都有寫到 如果大家是有big data的一些知識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個bonus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是拿了這個option的話 那對你未來找工作 是絕對會有一個很好的提升啦 那還有都是希望可以幫同學建立 analytical skills啦 也都是幫大家用一個big data 去做一些更加effective的decision 那就好像Mina剛剛講過啦 我們會有一些additional course 那我這裡就不詳盡講 那我會highlight其中一個course 就是decision analytics 那就是我這個sam剛剛take了的course的 那share一點點的contact給大家啦 那就是包括了decision tree linear programming under uncertainty 和mark of process的 那這些time 現在聽到 可能會覺得很新或者很strange 但是其實不需要擔心的 如果大家將來真的入了om 這個major take了這個option 只要你願意用多一點的時間 和精力去嘗試去明白這些concept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會有太大的難度的 那我現在就講一下program-based admission 那program-based admission的意思呢 就是你的first major 就是經過JUPAS你的DSE成績而來選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一個program-based admission的同學來的啦 我那時候是經過JUPAS選了我的第一個major 就是finance來的 那我的second major which is operationsmanagement 就是在我year two完了的時候 就根據某科的成績來選啦 那如果你是要選om做你的second major的話呢 那你就在I-SUM 2700這個course裡面 最少要拿到C plus或者以上的成績 那我們都可以看一下右手邊這一幅圖啦 那如果是second major的話呢 operations management大概會預留75個quota給同學的 那再講一下選second major有些什麼criteria啦 首先你一定要有一個first major 那意思就是如果你是GBM的同學呢 你就不可以選second major 那其次就是你的CGA一定要是2.3或者以上 和你要pass所有business core的course 那我覺得你選擇double major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就是你的interviewer 他會覺得你在成績或者學習方面是有一個肯定 還有你在time management方面都會比較受到一個認可 因為大家覺得你要去spare你的時間 去handle兩個major這樣 那還有我覺得你在自己的學識方面都會有所增長 還有學到的東西更加廣泛啦 就好像我自己是讀了finance 和operations management 那我在做一些bank的internship的時候 那其實我不單止是用到我在finance學到的knowledge 那也都包括了一些我在operations management的course 裡面學到的excel skills其實都是帶來了很大的幫助的 那在internship方面其實我也做過幾個industry 那其中就包括了ngo和bank 那在我year one summer的時候 我就去了一間叫做fair trade hong kong的ngo那裡做實習生 那其實那時候就是佈名了一個ust的program 就叫做social enterprise internship program 其實這個是一個兩個credit的program來的 那那時候就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的office裡面上班 就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那他們都是很diverse的background 有些是其他的大學來的 還有他們可能讀的major不一定是business 可能是jogography、social science 那他們那時候都有跟作為year one的我分享 他們自己想要的career path 那其實我那時候都是受益量多的 那至於在year two的新馬我就佈了都是一個ust的program 就叫做headstars at HKUST 那那時候就是去了中信銀行那裡實習 那這個都是我的第一個bank的offer來的 那其實那時候是學校的staff先幫我做interview 然後就再推薦我去中信銀行去見他們的hr 和他們的team head 那其實在銀行裏面做的事情 不單止是finance這個major才有用的 其實我們讀的operations management 都可以在不同的department裏面發揮到它的作用 那因為大家知道banking其實是有很多的department 那包括了前台、中台、後台 那其實如果你讀operations management 你都是很有機會可以入到banking的 如果你是想入一些operations 或者product的部門 那我當年就是做一個product的部門 就是幫他們公司去研發一個新的產品 那其實在operations management的course裏面 學到的知識都是可以充分地運用出來的 那到這個overseas exposure 那我在year one的winter semester 我就是join了一個hkust career center 搞的internship program 就是去了新加坡的 那除了在office那裡上班之外 其實我都跟不同的朋友 去了很多新加坡的景點參觀 也去了他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那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令我最有體會的就是 知道不同國家的一些工作環境 和他們的文化 那我就是去那裡做了兩個月 但是我有些朋友呢 他們都是去了這個program 那之後在他們的grad job的時候 他們都是報了一些新加坡的grad job 那其實他們跟我說 因為他們有這個experience 所以他們新加坡的一些employee employer看到的時候 就會知道其實他們是有這個experience 和他們會對新加坡的文化 一個更深入的理解 那在他們找這個工作的時候 以後都會幫他們帶來一個更加大的優勢 那我相信exchange 是各位同學都很關心的一個話題 那其實我自己呢 就有去過physical 和virtual exchange 那兩個呢 都是在上海的復旦大學 那在我year one的vinter semester 那時候是未爆covid 那我就是親身這樣去到上海 去一個physical exchange 那其實那時候除了聽一些復旦大學的professor 的lecture之外呢 我都有去不同的景點參觀 包括了上海的東方明珠塔 也都去了杭州的阿里巴巴總部那裡參觀 那其實我覺得physical exchange 和我帶來最大的幫助 就是認識了更加多的朋友 那其實都是來自不同大學的 那我在認識了這些朋友之後 其實我後來都有跟他們一起 加入一些不同的case competition 也都有跟他們保持一個很密切的聯絡 那至於virtual exchange 就是在我year two的winter semester那時候 那我就讀了兩個course 就包括了international law 和psychology and life 那其實就是兩個course 都可以transfundcredit去UST的 那我覺得兩個exchange 最大的分別就是physical exchange 你可以見到不同的人 還有因為是face to face 所以你們的聯絡可能是會更加密切 那可能完了exchange之後 都會繼續保持聯絡 但是如果是virtual exchange 其實最主要呢 都是聽老師上課 講的一些知識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同學是想 主要是認識多些朋友的話 就會比較推薦你們去physical exchange 那如果你是想要一些credit transfer的話 那可能virtual exchange 是你的一個選擇 如果你不是太想有些interperson的 一些和大家的交流這樣 那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不是virtual exchange的所有cost 都可以transfundcredit回UST 所以到時大家要看回 當時的一個instruction 看回那個credit transfer的問題 那至於在ECA方面呢 我就是hkust the base的member來的 那the base其實就是由hkust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support 的一個student association來的 那其實他最主要的宗旨 就是promote一些創業的文化 給ust的同學 那其實他會舉辦一些不同的活動 包括了一些competition和workshops 那我那時的角色呢 就是operation and logistics officer 那我就會定時和不同的大學 或者可能是一些初創企業的CEO 他們聯絡 那如果他們想和我們有什麼合作的話呢 我都會作為一個中間的渠道 那我們去年呢 最大的一個event 就是一個joined school competition 就是和HKU和PolyU舉辦的 那其實那時呢 就是叫同學組裝了不同的teams 跟著就和我們去說回他們創業的理念 跟著我們就跟他們的表現 去給他們一些不同的獎品 那還有我們都會定時定後 去publish the base bulletin 其實就是一個小冊子 當中就包括了一些 我們和初創企業的CEO的一些interview 知道他們在創業方面 會遇到什麼困難 還有可能都會有些最新的時事跟蹤 那我相信各位同學聽到這裡 都會知道USD其實是 給了很多的支持給同學 無論是internship exchange 或者是學生 一些society方面 那如果大家到時真的入了USD的話 那希望大家可以定時定後 這樣查回你們的email 因為裏面都會有一些很重要的information 還有一些機會 那希望大家可以抓緊這些機會 那最後我的分享都到這裡 希望大家DSC可以考到一個好的成績 看起來到了三段時間 你也會讓你們晉成 看到三段時間 看起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